早晚發生的這件抑法 讓當地連到四雲基幹的架體 是變得很紛亂 公司見關處跟技術工會 怕是去現任會堪 更容易發生事故 是保障遺留的新時間和成本 不再有機會睡再大來貼毒 嚴格出發 待會我們追尼和保障 各方是見關處長到三個技術工會的人 怕去秘書局現場 要釐清保障時間的方式 到底出什麼問題 這會造成一盒牽連到隔壁 整條沾營電的重大輸鉤 會牽連後發現關鍵 就在關塔裡面 釐料沒有清空 就只剩下三分之一 我們可以看到那整個生料桶 生料桶的原料 並沒有卸除完畢 並沒有卸除完畢 還有很多 如果釐料沒有清空 對關塔倒來進行的圍面 可以看到 陸上的基礎失筆不清拆圖 來不到上面都有東西 沒辦法顧及擋心 若刻一條公司 根本沒辦法將關塔 希望約定倒下來的方向 作成關塔向另外一邊倒去 帶到電欄 就牽連到電塔也倒下去 有關後悉的一些處理事宜 本公司會多次承包廠商 到底要服起獨大的責任 還有一些社會責任這樣子 那後續的話就看公司跟業主這邊 怎麼去配合 東南這年跟包廂做火火系列 但這不是東南跟包廂第一次 剃毒輸鉤 9年11月底在貼布母台的時候 同樣發生意外 第四個工人 這次又有到生死 不照時間計劃分解大貼毒 但不夠除了下年停工 對親親人貼毒 人跟鑑作 建築書都會出相關的法 款病停業 也會照公共危險作儀賞 記者當環物當憲坤 高雄報道 對親人負責任